2015年將會是電影咖幸福的一年 許多耳熟能詳的好萊塢經典大片 都會陸續推出續集 不論是老面孔還是新演員的陣容 這些超強卡司 將會帶給我們精彩可奇的超強大片 即將在2015年登場的好萊塢大片續集中 許多人最期待的就是 《星際大戰7》原力覺醒了 早在今年11月 這部大片就已經提前炒作 移民們期待著這部續集 能夠開啟《星戰世界》的新篇章 而在演員方面 保留了哈里遜福特 凱莉飛雪 馬克漢明兒等觀眾手勢的老面孔 還增加約翰伯伊加 戴希 蕾勒利 亞當崔佛等新強陣容 另一部渴望在2006年 稱霸票房的大片是 《復仇者2 奧床紀元》 這部大片將繼續由喬斯溫登指導 鋼鐵俠 美國隊長 雷聲 綠巨人等 眾多超級大英雄們 將會在這一集中再次挺身而出 在地球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 拯救世界 由珍妮佛勞倫斯主演的 《飢餓遊戲3 自由幻夢》第一部 即2014年橫掃票房之後 2015年將會推出 《飢餓遊戲4 自由幻夢》第二部 也是整系列的最後一集 依然被認為是在2015年 最能衝擊票房的大片之一 不可能的任務5 《 Impossible 5》 預計2015年聖誕節當天 全球上映 新任導演克里斯多佛 麥奎莉 預計帶來全新導演風格 湯姆克魯斯確定去任主角 諧星賽門佩格也答應序演 阿湯哥助手 而在2014年表現不錯的影片 分析者也將會在2015年 推出分析者2 憨亂者 此外 被稱為地表最強老爸的 連民訊三度披上戰袍 將帶領即刻救援第三部 返回大一幕 繼續演繹英雄老爸的驚險生活 還有一些懷舊經典 如《魔鬼終結者》 和《侏羅紀公園》 也都在2015年 推出續集殺回票房 當然 螢幕長千數007也不會干預寂寞 第二四部續集 Spedder 陣容超級豪華 同樣是一部在2015年 精彩可奇的超強大片 我會讓你 《魔鬼終結者》 《魔鬼終結者》